请剪裁 Chanel在台北的旗舰店 选用招牌的白黑搭配 里头的林格文包更是不少女生最爱 而这样的设计风格 现在有可能出现在台湾豪宅吗 被封为时尚老佛爷的拉格费 可能将替建商设计位在台中的新建案 还可能为此亲自来台 不过建商低调透露 目前确实有在洽谈 但是还没签约 那我们预估当然整个市场上面 对于这个东西接收度可能 它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那开价的部分的话 也应该会挑战区域的新高 如果以目前台中的一个豪宅的最高价来说的话 大概已经占上90万这样子的一个大观 那可能在未来这个个案 也许开价的一个部分可能会突破百万 时尚大师拉格费过去层替巴黎地标饭店 设计过两间顶级套房 也传出要和澳门赌王合作 在澳门开设全球首家 Karl Lagerfeld酒店 甚至也正在替杜拜打造一个时尚之道 其实像这种呢 那设计师跟建商合作的案例 其实台北早就有了 像我背后这栋白色的豪宅 当时就是请来设计师吴继刚操刀设计 整栋建筑以白色为基底 上面的流线造型 是吴继刚结合了时尚披肩 刺绣和彩带元素 这栋建筑位在台北市四维路上 三年前预售阶段时 喊到每平200万 目前成交价格大约落在130万左右 看来有名设计师加持 也替这些豪宅增添不少价值 三列学零送并听下条不到